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式点心也就是喝早茶 是广东茶文化最具有特色的重要内容 大部分地区的中国人喝茶都是旧茶喝茶 没有做食 广东人却不然 喝茶时总配点心 而广东点心的主要特点就是品类繁多 色泽和谐 甜咸兼备 有蒸的 也有渣的 除了这些特点 正宗的广东点心大多也都是用竹蒸笼蒸制的哟 因为竹蒸笼在蒸煮点心时有最好的保温存热功效 也不影响食物的色 香 味 那今天我们就来尝试该家餐厅的广式点心吧 哇 而且这个广式点心的特点呢就是种类繁多 甜咸兼备 我们可以看到骨烧麦 虾饺 鸡爪 排骨 还有这里甜的奶黄包 还有鲜肉包 好多好多种 但是呢 广东人喝茶跟中国其他地区喝茶最不同的就是这个点心 那其他地方喝茶呢 是不配点心的 但是广东人就是因为它的天气炎热的关系呢 他们喝茶的时候就是要配点心 哇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享受 先喝杯茶啊 我们先从烧麦开始吃起吧 吃吃看 它的肉馅呢 肥瘦肉相间 非常的平均 而且它里面的虾非常的Q弹 也很大块 嗯 点心就一定要吃烧麦 那我们吃完这个烧麦呢 我们来移步到这个 哇 虾饺 看到吗 它的外皮非常的薄 可是它里面的虾已经看出来是真的很大很大块 嗯 太饱满了这个虾肉 非常非常的Q弹 非常的新鲜 而且呢 这里的广式点心呢 都是手工包的哦 不是第一次制作的 好满足 下一个 排骨 豆豉排骨 哇 这个排骨呢 真的是 葱 辣椒 豆豉 还有芋头 哇 非常非常的软嫩这个排骨 而且这个排骨呢 它就嚼 嚼一下 它的骨头就很容易 跟那个肉直接分开来 所以吃的时候一点都不难 我们再吃吃 凤爪 在这里谁是凤爪的爱好者 嗯 这个入口真的非常非常的绵密 它的外层呢 已经被蒸到有点 呃 半软烂的感觉 所以它入口是非常非常的顺 烧带一点甜 有点辣 非常非常的入味 入到那个骨头里 哇 那我们再吃吃 这个非常可爱的小红人奶黄包 而且听说会爆汁的哦 我们来看看 哇 真的是爆汁的耶 试看 嗯 这个太赞了 这奶黄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浓密 也不是特别的甜 甜度刚刚好 嗯 嗯 太棒了 一下子吃太多了 让我先缓缓 嗯 喝口茶 再 接下来 我们的鲜肉包 哇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馅 鲜肉包的内馅 可是它的灵魂呢 哎哟 哎哟 真的是满满的肉馅 不骗人 一口气下去哦 太好吃了 它的肉就是非常非常的鲜 有点弹牙的那种 可是里面有很多汁 还有一个哦 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在这里也是很有名的炸鱼吞 我们试试看 哇 听到了吗 我以为它里面的 我整个可以把这个 虾整个把它拿出来 嗯 这个炸鱼吞也是绝了 它外面脆 可是里面又很软弱 非常的有水分 它的 它的虾真的非常非常的Q弹和新鲜 真的可以感受它 它真的是手工制作的主厨 哇 今天我们尝试的广式点心 真的是各式各样种类 非常的繁多 又有咸的又有甜的 大家真的是根本尝不过来 那接下来呢 大家也不要走开 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品尝这里 非常有名的苏式料理 我们马上回来哦